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來到我們今天第八集的祝侯先生 也到了八月的時間 有幾可事,八月也有這麼多球 而且球賽是長長的關係 因為以往八月開季 感覺都是看一些新球型 但現在才入獄 昨晚大家都開了公 大家都有講球 講歐霸賽事 大家覺得 在球隊 在歐霸賽事後 昨晚看到他的表現 大家覺得有哪一隊 有哪一隊很棒 或者有哪一隊很不棒 我先說一下 歐聯歐霸賽事後 我做了兩萬歐霸 這麼多? 兩人會本來長 歐聯得你講 感覺什麼 感覺真的好似 除了有看手回合的比數之外 復賽後 歐霸的球員 球隊肯不肯踢 那個心態很重要 哥本哈根 這單位球隊很神奇 首次球會 晉身去到歐洲賽的八強 班波沒有名氣 質素不高 但很想踢 準備得很好 對手 巴薩克舒希 土耳其球隊 也叫伊斯坦布爾 厲害 基力志 史基泰爾 丹巴巴亞 10年前這班就厲害 艾尼亞 還有一個沒有入選的羅賓奴 36歲 這班10年前就很厲害 這班大口聯 10年後的羅賓奴 沒有人踢 那幾個真是尾聲 對面 真是質素 全都給你們看 但前面 19歲 打正選 下方場門的18歲 尾田 就是跟你肯前肯薄 很好準備 很想 分野很大 我順道說另一場 就是巴薩爾 巴薩爾 由於首回合作合三球 踢住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是否一休息很久 德格休息很久 而且又難 上半場一球都沒有 其實心裡有數 巴薩爾 名氣沒有你那麼大 但單球也很實際 也不可以少看 我講了狼隊那一場 其實實力打下去兩回合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奧倫比亞高師出局 純粹是制宜不好 因為第一場球打少一個 但最終都是1比1 昨天那場球打得很好 但開球的初段 就輸過12碼 即是毛尼頭 龍卓阿龍就撞下去 其實他們有90分鐘可以入球 但無論如何是 射擊都不入 我感覺狼隊 球員的狀態不好 即是 贏是純粹是有少少運氣 加上大家的實力差不多 反而我覺得 就不可以少看蕭薩爾 因為蕭薩爾 在這個杯賽 都有點運氣 不知為何 即是所謂嘉誠 打那個杯特別厲害 我感覺是 而且他們是很認真去打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 對 對 因為昨天你如果看蕭薩爾 到羅馬的時候 不單在球場上面 你在球場旁邊的後臂球員 教練的神情其實都不同 蕭薩爾有球攻到入獄 你看到後臂球員就起身 拍手掌 整隊球員的投入程度 零射高些 其實我會覺得 歐巴來到這個階段 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都算很吸引 就是 你現在因為 八強一場過 八強四強決賽 其實你到十六強 你打多四場球 就拿冠軍了 四場球 拿一個歐洲的冠軍 對於球員 教練來說 其實很難 也拿一個歐聯的席位 是的 也拿一個歐聯席位 如果你未有那些 譬如羅馬 狼隊 那些 其實是 有歐聯的席位 其實都挺吸引 你好像香港打杯賽 你打完初一賽 你都打四場 捧杯 其實你很吸引 這件事應該是 應該是很吸引的 雖然都明白 國隊那個 剛才兩位都提到 有些事情休息了 過幾星期 有些休息了過幾月 有些剛剛才完 但我覺得 其實怎樣都 應該在這裏 是要拼搏的 如果昨天 羅馬這種心態 我覺得完全不修可 好像 我接你了一場 有看西維爾的羅馬 但他上半場 兩班球好像 是否一隊不想踢 一隊很有心踢 好像不能踢 那一場球 因為兩隊球 復賽後的成績很接近 復賽後的得分率 西維爾是2.09 羅馬2.08 其實兩隊都很近 一隊是西甲第四 一隊是義大利第五 其實大家整個成績都差不多 第一個分野就是 後房其實沒有西摩寧 是相差一點 因為今天西摩寧 在羅馬是後房的重心 又不知為何 方水卡教練 又不太喜歡法師傅 法師傅的計程 屬西維爾 有一定的級數 也不太喜歡用 有些薩法哥斯達 也借用條款 和西摩寧一樣 還給車老師 變成人是少了些 但是昨天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 因為羅馬剛好 老闆確定了賣盤 他們的尖士派老達 確定了5.91億歐元 賣給另一個美國商人 想換老闆 應該對波瑋 要精神一點 換老闆 你不知道他什麼想法 可能一會兒 他有另外一些心儀的人選 換教練 或者他換 你應該拼命自是 昨天完全不是那回事 很奇怪 很奇怪 尤其是看表現 你感覺很少見到場合 這麼明顯 兩隊球賽 正如如所說 實力應該不會差很遠 但出來的表現 和心態 明顯是很大分別 感覺上羅馬 整隊球賽都不太集中 以往就是 歐霸經常都是這樣 這球隊覺得 算了 歐霸是一個雞腦 或者真的令人 沒什麼興趣去打 其實今年和現在這麼快的人 兩個禮拜之內已經打完了 對於球員來說 我付出也不是那麼大 還是真的 還想再休息這兩個禮拜 因為已經長得太乾了 譬如狼隊 其實他們這一季打了超過一年 七月尾打到現在八月頭 很奇怪幾個球櫃 以往印象中 只有香港女子聯賽才會這樣 但是 如果球員 會不會覺得 夠了 那兩個禮拜 我寧願休息了 我不踢了 其實還有八隊 我真的過了這一關 其實都未必贏 你說狼隊那一個就像 去到季尾 即是想了幾場 狼隊迪亞高、祖達 魯爾茲美利斯 是真的開始見到是跌的 他不是說不肯踢 但是開始真的有點累 因為以往很少球員有經歷過 現在這樣的階段 來到八月還會踢 有些心理累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閉門那裏是快去踢完 可能九、四、五個星期 但如果下一屆開的時候 都是閉門 你要準備在這裏打一季 可能七、八個月沒有球迷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的 有些球員未必真的可以接受 是 因為還好你可以真的 你踢完球 練完球 可以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如果你好像MBA這樣 真的困你兩個月 你不可以出的 有些球員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是吧 因為你沒有了私人生活 是吧 所以這些都是說這裏是很重要的 我都說了 如果你說六個星期去準備 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可能餓了球三個月 休息完 你想踢 是吧 但一過了那段時間 就開始有少少就做困難 浪德昨天比較感覺 不是不想 是那些腳不行 阿迪奧哥走進來 十五分鐘 有三個差勢 但那個球呢 完全好像沒有夾球 球在這裏 又不知道他怎樣去決定 柳奴也知道 是那十一個 換了一兩個 就是這樣 都是火火難踢 除非你傷了 有少許傷 反而我又想說 在這裏繞一繞萬聯 其實萬聯絕對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去到決賽 不要說拿虎軍 但是他這樣的踢法 就是不夠肉緊 就是好像剛才你說 就是西威爾那些 是吧 是吧 萬聯這幾場 沒有那種 那種 就是想出去贏 為什麼呢 就是不輸 而你看蘇斯一柴都是這樣 但是 坐在那裡是這樣 以我都知道 歐八強隊 所以他開頭就隨便 氣啊 大家都明白 八強四強 開始來了 幾場搞定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猜萬聯 其實他們都是在聯賽方面 鞠躬了一輪 鞠躬得很厲害 真的 他真的扯到有盡大 說真的 當然被他拿到歐聯席位 其實他參加歐八 我想都是貪過歐聯席位 就是一腳兩飛 對 其實他聯賽最後的三場 都不是打得好 真的不是打得好 但是 而且不夠那種 那種肉緊 就是那種 要是一出去 無論怎樣都要贏 去搶 等等 等個機會 我不是那麼喜歡 因為不像 你可以去到那個決賽 如果萬聯 假如萬聯拿到歐八半軍 本來歐聯有席位 那怎樣分配呢 都是給互聯的 不會多一隊 英青就沒有加大一隊 沒有 本來沒有就不影響 除非是狼隊 除非狼隊贏 他就會獲得一個歐聯參賽席位 但是有沒有邊隊 你們幾位看到的 現在出了一線 在八強的歐八球隊 本來有沒有歐聯 但是又有對板又拼命 其實現在西維爾 歐聯 國際都已經有了歐八 歐聯的席位 薩克達也是 那本哈根沒有的 因為單武聯賽 第二 你說的也是第四 你說的也是第五 你說是第五 你說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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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看看八強的城市 舉辦德國城市 其實在大陸 附近 道爾斯堡 科隆 這個 蓋爾森基興 和德蘇多夫 全部都在華古遜附近 因為其實 之前大家覺得 全部都放在同一個國家 那裡 就好像大家集中一點 他們對完基達飛之後 都是回到意大利 回到米蘭 下星期一就會再踢 下星期一會再踢 但是 其實都是回到意大利那邊 到時再飛回去德國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留意一下 李華古遜有好處 李華古遜教練 波斯說 在德蘇多夫 在德蘇多夫 叫做塞爾多夫 那個球場在我家旁邊 因為他全部都是在 李華古遜一個小時車程以內 根本很近 科隆也是 杜塞爾多夫 所以其實 他自己就說 李華古遜對國際 各地各地各地 所以這一場都應該挺好看的 李華古遜覺得 這對球還是差一點 不過 不是真的那麼強 說真的 當然他贏流浪就比較輕鬆 因為他已經贏了很多 贏了3比1 拿著3比2 第二 李華古遜看著來吃 但是我覺得個人質素來說 始終 我有做過的 在教組前 奧巴盃的階段 你說古遜有做過 一兩次 中前場進攻OK 他們各地的質素是比較高的 除了雙兵之外 混放是一般的 我感覺也是一般的 幾對德國球隊普遍都是這樣 除了拜仁 比人感覺比較平衡之外 其他普遍都是這樣 其實我先到 現在就是 曼聯哥本哈根一邊 贏了就會對西維爾和狼隊 他們在四對一邊 下面那邊就是 郭靖曼 尼華古遜 巴塑爾和薩克達 所以 其實曼聯那邊的線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西維爾 狼隊 曼聯 萬聯如果不醒 希望他們認識 可能好的球員會流力 這個不奇怪 如果有些球員說 我想一下懶滿 都喜歡坐牢撫躍 可能下線那幾隊 會不會呢? 下線那四隊 看看哪一隊 有 郭瑟 巴塑爾 和利華古須 我記得早前 還說有些人放在英超 完了英超之後 有些人去度假 可能他覺得 對聯絲 其實已經拿著五球 第一回合 有些人放了假 又說放假 之後回來 都要有些隔離 因為他在外地 可能都會有些影響 他今場的心態 這個階段 我做這兩場 都是有些情況 我想大家都有做過 就是 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本身結束 大家未結束 合約那裡 有些事情談不妥 談不妥 我走了 沒有這個球員 如先有 有些可能已經很接近 他已經知道我 下季會踢那一隊 或者我又傷 又不知怎樣 就不用我 例如一號門帳 昨晚的巴掃爾 用另一個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有些變數 以往就比較沒有這個 國際就好些 原本餐廳時 其實租賊入約也好 現在 現在 都不知道跌了幾百分 十幾百分 因為我看到都蠻複雜 因為可能牽涉到 原本有些 解藥金條款 等等 現在可能在國外 人工額外 會再給 總之 字面上 就叫做 和萬聯解了 藥自由心 去國際 當時有記得 一場球 當打的時候 好 好了 這一邊後備 山神出來 那邊後備 夏神出來 夏薩特 現在這兩個 暫時都不一樣 兩個神 暫時不一樣 真的 不過 山齊士 現在都2020年 他真的在 過往的五六年 他真的處理得很盡 知你連續幾年 要是世界杯 要是美洲國歌杯 美洲國歌杯 還要搞一百周年紀念版 有多張戒 根本就是 年年夏天都要打大賽 然後回來 雲家那些 是完全不讓他休息 不知為什麼 當年 一回來就馬上踢 根本 所以我覺得 這個球員 好像開車一樣 我自己覺得 他對足球的心態 已經是 有些球員會是這樣 你看 對阿菲比加斯 他寧願去摩納哥 現在是忍受人生 他31歲而已 好像是31歲 但他太早出來 所以有些球員 對足球 已經不是擺在第一位 山齊士是其中一個 但是夏薩特 很少看到 反而是 Supposa 原本去到黃華 夏薩特是想的 不過他有 國際運氣不太好 今年 巴爾那些 不要說 但是夏薩特是想的 你很明顯看到 現在看到很有趣 可能大家兩三年前 都覺得最上級的 剛才說的 夏薩特 山齊士 巴爾 詹姆士浪廷保斯 四五年前 都仍是 大家鬥搶 現在加上古天奧 其實這班球員 都是上級 上級 但每個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 其實他們全部都在大會 這樣才慘 反而在大會 反而都停不了 究竟 這是一個現象 你想想 早五至十年 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究竟 有否想過 或者大家有沒有想法 為何會這樣 我早幾年聽過 拉美利斯說 就是前車路士的中場 他說 有一次 當夏薩特還在踢車路士的時候 摩尼奴有一次 公開批評過夏薩特 他說 那次成為了摩尼奴之後 第二次執行車路士 之後離隊的轉捩點 話說他批評什麼 他就說 整隊的比賽 發揮得不好 夏薩特 好像那場比賽 沒有什麼參與 拉美利斯說 那場比賽之後 夏薩特的球 就是交差球 拿到球 扔兩腳就扔 不會再做個人突破盆扭 你看到夏薩特 他那個心態都有點這樣 你罵我 我就不踢 交差 隨便算 王家馬 有時都感覺到 他好像 都不完全投入 有些球員 失去了興趣 第一 他早賺錢 就像哈密斯 勒迪古斯那些 他根本上 他不是一個很有鬥志的球員 他是天才球員 當他沒得踢 他可以沒得踢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他沒有所謂 他大把錢 坦白說 他的私生活 又特別精彩 所以他會不會和你 最大的問題 在這裏 如果這裏最大的對比 我要問一下 他現在很有錢 本身他的國家 也不是很富庶 但是 給我們感覺 他都說 那些錢夠用 你買漂亮的車 我為什麼要這麼漂亮 我覺得這輛都OK 他把錢 可能在心態上 擺在有需要的人 做很多善事 其實這樣的生活 我喜歡踢球 你給我踢球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都解釋到 那時候 師兄帶他出去玩 人家 人家 風花雪月 其實 某個程度 都很親實 真的 因為你都是這樣的 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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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容易受到人的影響 例如你想想 私人 我們不認識他 私底下不認識他 但是給我們感覺 是一個 男人 你可以跟他 你先說 你先說 我收到封 純粹收到封 其實他本身 在法國 他都有一些匪民 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其實都不是的 但是他入院 去法國 各個國家隊 是太重要 那個形象 是國民心目中太重要 所以呢 蓋起來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跟施丹談 例如 你是施丹 我是阿賀樂迪高師 我問你 很簡單 問你 我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沒得聽 是不是 如果你是 我想施丹 一定會是解釋給他聽 一定會是解釋給他聽 純粹 我看而已 你知道是什麼問題 你自己去爭取的 我不相信一個教練 我不相信一個教練 如果一個球員是有作用的 他是刻意不會用的 而且我某個程度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如果我 我是教練 我確實是球員 球員如果問我 我會很耐心 會很樂意跟球員分享 這個 我自己覺得會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是否 我是過內人 我知道你經歷過什麼 有些教練 就是 高高 就是另外一回事 高高滑滑 有些人 有些人 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 我相信 比如說 斯丹雅 摩連羅 甚至摩連羅都是 你不要看他那麼麻雜 但他是一個很坦白的人 像哥特米娜那些 我不相信 如果一個球員去問他 是什麼問題 如果 如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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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的 格 當然 找另一個選擇 可以想像 這麼有質素的球員 教練一定想 用好他 有得選 一定不會想放到後備 他叫他不用去 不要說可以出 連跟著對球員一起去比賽 都不用去 現在是說巴爾的情況 他說幾個教練 都很明白 我怎會跟你做一模 他說那麼多 因為他叫哥迪奧拿 摩連羅的 我這樣跟你說 我的看法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好像阿迪達在阿仕路 是 是 是 跟導師阿迪達跟他 一不合 立即就完全沒得聽 一個年輕二十二歲 我又不相信阿迪達一個 是不講道理 阿迪達也三十幾歲 我不相信 你純粹有感覺 一個斯文人 我不相信他不會講道理 那出了什麼問題 可能他的經理人 旁邊那些 他踢完一場球 當阿仕路低潮的時候 他又批評球員 又批評隊友 又批評那樣 是你不對 但如果他的經理人 他的朋友說 不用你去 反正這些球 都沒有歐連踢的 明年 不如這樣炒掉 讓他賣走 你的球員就死了 其實那班人 在他旁邊那些 才做 那些都是二十幾歲 還有年輕 二十二三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看清楚那件事 不是一定那個教練是對的 看看哪個教練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也不是一定那個球員不對 也要深刻 要了解那件事 就是巴爾這樣 說不踢 留在那裡 留在那裡 買得到你 不踢 打球 不是說不踢 那我才說不踢 那我去 我只是說 很簡單 一個教練 在任何情況 正常思維 你是好的 幫到對球 一定會用你 當然 可能有很多球場外 訓練的時間 對 很多事情是有問題 我們必必知道 巴爾和那個Case 你很明顯看到他的態度是怎樣 你在球場外 你平時看到後備直 做些什麼 弄骯髒怪 找頂帽 黏著自己的眼睛 看遠鏡 你很明顯看到他不是很想聽 你有沒有看 我剛剛 英超拉斯那一場 那麼巧我做萬聯 最後會換了波索文紗出來 你有沒有看過幕 波索文紗 我有看過 他最後會換出來 我會看過 好像剛剛睡醒 這樣站在那裡 球衣 插高了 好像差不多原場 那我說 你現在做萬聯職 你盡量去做技能 你從後部被指定 大哥 你讓我看見 你在跳兩下腳腳 toolkit 跳下去 大陸 導致 轉去 這樣 這也是這動機構 但這個方數玻璃 我說可以不行 我看 他是三場的心 Superman 這取消 絕對 我小心 我告訴你 我叫 Mob 一球 mand聯 不能夠證 ね 很快走 我看他踢球,每一腳都會有空 他要交的時候就扭 他用防守的時候就跑到前面 球在那邊的時候,他就跑了上去 一個球轉不到過來,你不要那麼早就跑上去 這些東西,我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覺得是刻意的? 不是,基本上他在這裏 這裏不行 可能他轉身快,因為22歲 可能十多歲的時候就很飆青 某些強壯,速度那些 但是去到這些系列就不行了 他的發展都比較難搞少少 因為去到馬連之後,最主要是跟雲高爾去 但是來到之後就已經很快,雲高爾也離開了 他是荷蘭或英國? 荷蘭嗎? 所以他是跟雲高爾來的 不是,可以去富咸,出你富咸升班 富咸升班,回到富咸 富咸就厲害了,能夠升班 那天升班的富家賽 這場比喻為世界上最賺錢的 最昂貴的一場比賽 因為你贏了英超 就算你包尾都會有一億的獎金 我想提一下,有沒有人提過? 有沒有什麼提過? 上訴的案件是怎樣的? 我們好像沒提過 潘尼茅夫又想上訴,幾隊都想上訴 好像說 只是想而已 最主要就是潘尼茅夫 因為他覺得石斐聯對維拉的場合 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過往都曾經試過有些類似的上訴事件 就是當年迪維斯 踢一個韋斯咸的時候 轉會,其實是悲法轉會 因為迪維斯幫,韋斯咸入了幾尤邦 令到他們留級 另外,那年的尾三是石斐聯 最後降回,之後他們就告這個賽會 但是呢 其實他們鼓得有鼓 他得值的 得值的效果呢 就是他們有賠償給他們 賠償是七、八萬磅而已 絕對保不上英銷打連的收入 獎金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即可承 今年如果真正不如馬虎去向這個賽會 去上訴的話 覺得這個誤判導致他們 他們沒有了這個英銷的成果 都可能會是類似這個方法 我想都是錢 現在都沒有可能再有其他東西 我宣佈了不是阿迪克為教 對呀 就是就是父下五星上來 今晚有場拉科羅里亞對這個 哎呀呀呀 這個場很有趣 這場很有趣 破根斯蒙羅斯1比0 1比0 1比0試判 接著被別人 拉出去 落口供 為什麼 他又說了 當作是開玩笑 一個星期之前 他說這場一比零 他是誰來的 拉科中場 今天才拉科中場 大家都知道這場會做事 但是 不知道 他不是這樣說 一比零 真的一比零 其實有些背景是怎樣 其實原本西越 最後一輪的比賽 應該全部同時間踢 誰不知 這對夫因巴拉達 他們有求確診 有求被檢驗到 染病毒 結果那場比賽被叫停 但這場比賽被叫停 其他的全部繼續踢 現在西越的個案就是 全部比賽都踢完 除了這場拉科中場對夫因巴拉達 那位置上有些什麼 夫因巴拉達本身是有機會打附加賽的 而拉科到尼亞 如果今晚這場贏 他們就可以離開鋼盤區 否則他要鋼盤 下去西越別 背景就是這樣 所以這場比賽 挺好笑的 拉科中場說笑 不是拉科 是那個球員 一比零 我們感覺 我們感覺 西班牙 感覺是拉科應該贏的 這場球 他的重要性 在西越多於去打附加賽 重要性 然後大家會知道 這個西甲賽會的主席 迪巴斯 可能有些印象 迪巴斯的兒子 在這對夫因巴拉達 就有職位 是領導層之一 原本說這場球不踢 不踢就沒有了 算了 這場球不踢就沒有了 這場球不踢就沒有了 迪巴斯也這樣說過 結果幾經爭拗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夫因巴拉達 一刻確診之後 發現整隊球 很多人都感染了 所以他們現在沒有什麼球員 可以在這場球員 不是很多 現在的案例 今晚最終點 是1比0 這件事很容易 今晚會出什麼人呢 今晚 好笑 這件事真的 是今晚的跟著來的發展 其實你小心一點 很難聽著 講得清楚一點 因為 你知道的 講到配偶長 真是搞笑 真的被人拘捕了 去下口供 很多年都在拉夫羅尼亞 這個中將 但是剛才阿子俊也提過 星班附加賽 富咸也贏了賓福特 下屆也很熟面孔 富咸 列斯聯 西布朗 大家都很熟 全部踢過英超 比較可惜 就是沒有得看新的球隊 賓福特 賓福特 也是一支挺特別的球隊 因為他們很信奉 新派的統計學 看數據 其實現在都看到很多球員 英超 有幾個都是賓福特 當年打得很出色 被人買上去 例如武比 巴利頓的齊風 這個 韋士達 巴利頓 巴利頓的中堅 大哥福斯基 德等 其實他們都是 看得很準的 看年輕球員 真的有自己一套 都很想看他們 上到英超會怎樣 但是上不到 這樣就很大機會散班 因為大部分的英貫球隊 他們的收入 是不足夠出糧 很誇張的 充不足夠出糧 已經不是說 那些營運 只是出糧 收入都不足夠 因為真的想搏 一搏就行了 不成功變成人 但他真的不成功 基本上又可能 又要重新再洗牌 對於富咸 他們就贏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們進入的第一個球 是一個佛球 那個佛球 客家就出事後 就說 如果很小聲 跟球員說 射去吧 但是因為沒有觀眾 都很害怕被人聽到 他跟球員說 因為一個四十幾馬 看至想斬入的佛球 誰知道就直射射到近處 收死了門將 都很特別 一個教練 是想場 他跟球員說 不如射出來 你不如射他吧 就憑著這個球 可能已經是1英鎊的油球 就是一個教練 一個很細微的提示 感覺上挺有趣的 富咸 下年又升上來 其實奔風 對我看的陣容 很多丹麥人 有幾個達斯哥 以前有一個 是踢過次以大 的馬蒂亞斯贊神 對球有幾個丹麥人 真的沒辦法 結果都是輸 跟丹麥人有關係 因為他們的老闆 雖然是英國人 但是也有馬蒂亞斯贊神 其他球隊都有份 所以也有些關係 接下來就將會看到帕卡 感覺上 球員年代 他也感覺上 是領導才能的一個球員 就是他有少少領隊格 其實你見到他球員的時候 所以也很想看看 他回到英招的時間 因為被譽為 最難離開聯賽的英冠 因為真的咬得很緊 也說熱刺有可能 會自己回到懷恩絲絲龍 過回去附下 因為真的不能踢 在熱刺那邊 有過回去附下 打一閘還是打左翼 打雲 波索文殺 對 那這一節 我們講了這麼多詩 我們一會兒再聊 大家再聊 OK OK